大家好 又回來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西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 拼經濟 反網步 好今節就講一下 一個太平洋島國 我之前經常介紹 因為很多親戚到那裏來的 就是這個 巴布亞辛基內亞 台灣地區又不是這樣叫 這個台灣地區就叫做巴布紐基內亞 真是 糟糕 巴布亞辛基內亞 其實這個也是約定俗成的 這個翻譯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又是這樣自己搞一套 Anyway不要緊 你知道這個巴布亞辛基內亞 他的當地的使館 的翻譯都是叫自己巴布亞辛基內亞 哈哈 澳洲總理 亦都會在 今天 出訪巴布亞辛基內亞 但是 原來 這個 澳洲曾經的托管地 巴布亞辛基內亞 近期 就傳出 是關閉駐台灣的 商務辦事處 你記住他就是搞商務辦事處 因為 他們是跟 北京建交的 那麼 財政府是承認了 他們就說 我們已經注意到 巴布亞辛基內亞這個決定 但是雙方依然會合作 我們一定 會做好 雙方的實質關係 巴布亞辛基內亞的外長 亦都說 為什麼要關閉台灣地區 拜事處 因為台灣地區 之前就援助了很多地方 但是 對於巴布亞辛基內亞 就沒有什麼援助 所以 就要關閉了 巴布亞辛基內亞駐台商務代表處 將會關閉的 剛才 蔡政府說的那段話 就是說了等於沒有說 是的 巴布亞辛基內亞 台北代表處就會取代 另外 將會設 一名 叫做 商業聯絡官 負責 這個聯繫 最搞笑的 辦公室位於巴布亞辛基內亞首都 Port Mosby 莫斯比港 那裡 挺有趣的 其實不過也有很多惡魚的 那巴布亞辛基內亞的外長 人家問他 你有沒有受到中國的壓力 那他就說 是沒有受到任何來自中國的施壓 也不是對中國大陸的讓步 當然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他就強調 關閉貿易 這個辦公室或者 辦事處 是 為了 很搞笑的 關閉應該是 給了一點薄免給台灣地區 他居然說 關閉是為了跟台灣地區 的貿易合作 做努力 關閉的做努力 這麼搞笑 關閉了怎麼努力 對 亦都說 會 維持跟中國大陸的貿易合作關係 兩邊都要維持 但是很搞笑的 就是關了在台灣的代表處 或者辦事處 單純 是綜合 評估 駐外 辦事處 的狀況 另外一句也挺搞笑的 就是 經濟效益 就是說在那裏 撤過 辦事處 貌似就沒有什麼經濟效益 這句就真 台灣的官方就說 巴布亞新基內亞政府 當然他們說巴紐政府 巴布亞新基內亞政府 這個決定主要是這個國家長期有財困 其實側面也證明了一件事 他們經常說 中國 扶持巴布亞新基內亞 令到他們 透公 如果真的這麼有銀的話 那就不用關了辦事處 當然巴布亞新基內亞就想 長期擺放在這裏 都好像沒有什麼 實際的經濟效益 所以巴布亞新基內亞就調整駐外機構 巴布亞新基內亞駐台人員 是 因為 之前有 不當行為 遭到 調回到巴布亞新基內亞 不過有沒有說什麼不當行為 難道去亞公點 沒有人知道 而 台灣地區駐巴布亞新基內亞 這個 又是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我都說了 是立陶宛那麼蠢 其實 名字 沒有改變 地址也沒有改變 他強調名字不改變 等於變相挖立陶宛 台灣地區在1990年2月 在巴布亞新基內亞首都 Port Mosby 是 設立辦事處 他很簡單 設立辦事處 他寫設設處 他真的這麼說 會不會 什麼處 這麼搞笑 巴布亞新基內亞在2015年 12月31日 在 台灣地區設立的駐台商務辦事處 到了 昨天就壽終正寢了 巴布亞新基內亞 是台灣地區天然氣的供應國 所以 他跟其他地方有些不同 巴布亞新基內亞的天然氣集 中油公司 簽了20場合約 每年供應台灣地區120萬噸液化天然氣 2014年6月起 已經開交付了 2022年台灣 來自巴布亞新基內亞的天然氣進口量 都有10 另外巴布亞新基內亞也是台灣木材礦產 等等 原材料的重要來源國 還是台灣軟洋 漁業 重要的布囊及加工基地 台灣當然說 我們真的很少知道 他就說為台灣地區提供 農和漁業的技術 以及提供 清潔能源 掌學金 人力資源培訓 未來雙方在 農、漁業、經貿和能源等領域 都會持續加大 交流的 但是 能源 你不是說不夠嗎 是嗎 另外 我們總理Evanese 將會 訪 巴布亞新基內亞 其實他已經到了一步 今天會繼續訪問 並且可能簽署一項兩個國家之間的安全 防務協議 我們總理 在訪問 巴布亞新基內亞期間 會尋求雙方在新的安全 協議方面取得進展 當然 澳洲的 這個 做法叫做 推動家庭至上的做法 即是說 我們都是 太平洋地區的家庭、大家庭 這樣說 這樣說 亦可以看到 其實澳洲 對於這個國家 難聽說 都沒有 現在的總理 Albinese 艾博蓮 有些中文翻譯 是 第一位在巴布亞新基內亞議會發表講話的外國領導人 並且 表示他認為 澳洲和巴布亞新基內亞是 平等的 這個 叫做扭帶 以前覺得不平等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最糟糕是我們給太平洋賭閣 給澳劇給他們看 之前也挺好笑的 魔總 是的 他亦會宣佈 其他太平洋國家 都 想和澳洲還有巴布亞新基內亞的領導人 進行這個氣候變化的 抵禦行動 而且是刻不容緩的 去年 當然 中國就和 巴布亞新基內亞的 鄰國 所羅門群島就簽署了一項 安全協議 當然 Albinese也說 將來如果當選 當然他當選了 就會 搞好太平洋事件 當然 我們看到 除了是巴布亞新基內亞之外 我們外長黃英然上個月也去了另外一個太平洋島 雅道雅圖 簽署了一項新的安全協議 西媒又不會說是甚麼 又不會說 整個甚麼基地 當然 其實之前說的都是 暖差的說而已 又說甚麼基地 十九幾次都說不會 他說有了你肯定會的 真的不起了 真的不起的時候 他就說 當然了 我們看著你才不起 所以你說了 另外除了 巴布亞新基內亞 覺得在台灣地區設立這個辦事處 不太合乎效益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國家 這個也是台灣地區的邦家國邦家國印號 宏都拉斯 即我們叫的 洪都拉斯 原來 洪都拉斯 都上了台灣地區推特的 熱手前三位 甚麼事呢 原來 在洪都拉斯 現在有一股聲音 是甚麼 是否需要考慮一下和北京建交和台灣地區斷絕關係呢 之前已經說過是 有這樣的想法 還有 在巴西新總統盧拉的就職典禮上 原來洪都拉斯的外長雷納 是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 舉行了雙邊會晤 這個真是很少媒體提 那之後呢 居然 洪都拉斯的外長就向當地媒體說 對於我們洪都拉斯來說 其實和中國大陸企業發展經貿和投資關係 是很重要的 並且 提到2011年 開始的一個叫水壩工程 他居然出口了 說明了 希望中國可以參與 投資建設 這件事 在洪都拉斯 國內引起了輿論一片沸騰 在島內也是 現在 好像 有很多人是支持和北京建交 就算 連台灣地區的幾位外交協 外交引號 的這個 人士 有一位叫做 這個是理事會會長 叫郭嘉佑 來自台灣地區 其實大家都知道 洪都拉斯這些國家 很需要大量的資金投資基建 好像水壩一樣 他亦都說 島內幾位 專家都覺得 最後 或許 洪都拉斯也會轉向 因為巴布華申紀內亞不用說 巴布華申紀內亞其實就是和北京建交 巴布華申 有一位 好搞笑 這位是專門為台灣媒體寫 文的一位洪都拉斯籍的專欄作家 你和台灣媒體寫的當然是 會拆台灣媒體鞋 是西人 Fernando Hamos 中文名叫做 王赫南 但是他西人 是洪都拉斯人 現在 輿論的焦點已經從水壩投資案 說到 是不是需要 真的和北京建交 他就說洪都拉斯 其實 國內的意見很分裂 所以 他都警告蔡政府要小心一點 要不要給點錢 原來 國內的商人 和 政治人物 大多數傾向於 和北京建交 而主流媒體 希望 繼續 和台北 保持關係 這位 王赫南 商界主要是考慮經濟利益 他們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 和北京建交可以打開廣闊的市場 而當地主流媒體 因為 和台灣很friend 所以 他們很明顯反對和台北斷絕關係 其中 一家媒體 其實和 台灣都很friend 就叫做論壇部 他們就說 台洪關係是兩個國家 長久以來發展的基石 當然他們用國家 因為他們 這個洪都拉斯承認 台灣是個國家 中華民國台灣 當然 這些我全部引述他的 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2021年整年 其實 洪都拉斯的媒體有90篇報導 都是 正向 說這個 台洪關係 當然 因為 洪都拉斯的媒體 和台灣地區比較friend 但是商界 希望 快快取取和北京 建交 在主流媒體 對台灣地區的支持下 其實多數民眾當然是被媒體倒向 所以也覺得和台灣保持現有關係最好 當然 洪都拉斯的民眾 他們 不是覺得中國大陸是敵人 而是覺得 台灣地區是我們朋友 但是他們沒有覺得 中國大陸是敵人 其中大部分的 政界人物也說 台灣地區長期以來 在我們有難的時候 都有伸出援手的 有些獎學金 不過 貌似 現在就好像少了比以前 當然 和屬拉丁美洲的國家 像哥斯達尼加 日前也對洪都拉斯下話 要求洪都拉斯 跟他們和其他中南美洲兄弟 停止和台北的關係 當然 現在洪都拉斯 又 可能會想一想 洪都拉斯和台灣地區建立的所謂 外交關係 外交關係 是 1941年建立 已經有80多年 當然 在小英執政期間 很多國家 都和台灣地區斷絕關係 包括 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 目前 洪都拉斯 是台灣地區 石果緊泉 即是 中南美洲石果緊泉的 八個所謂邦家國邦家國 引號 八個之一 洪都拉斯 其實 都是台灣地區比較關注的國家 因為 它比較鬆散 搖擺不定 以及 美國也會叫台灣地區 看著洪都拉斯 因為很近美國 其實洪都拉斯 和台北 斷絕關係的聲音一直都很大 因為他們在中間編了政府 在意識形態上其實和中國大陸會比較近 但是 他和美國 的關係 沒有說不好只是疏離一點 目前洪都拉斯面臨的 經濟危機和債務問題 是急需一些 資金去 投入的 當然中國有幫忙 有不過很少 有 有 現在洪都拉斯就是 即是說你幫幫忙 不然我和你斷開關係 和你 和你 和政府斷開關係 在能源方面尤其是清潔能源 你要知道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 等等的設備輸出國 他們 也在拉丁美洲投資很多的新能源項目 不過 洪都拉斯究竟是否真的會很快和北京建交 政府 一直都是沉默的 其實 現在政府正在看人民的反應和輿論的走向 但是輿論 和台灣地區 朋友的媒體比較多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說的巴拉圭 之前巴拉圭總統 和蔡英文見一見 巴拉圭總統就希望台灣地區給他們10億美金 明馬實 是的 當然 4月份巴拉圭大選 我們都說過 他反對派的 總統候選人 艾利格里 曾經說過如果他當選 巴拉圭總統就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和台灣地區斷開關係 因為巴拉圭很想出口兩樣東西去中國大陸 第一就是大豆 第二就是牛肉 所以 沒那麼容易 針對巴拉圭和台灣地區 斷開關係的可能性 應該都有 有機會 應該都有機會 還有你知道 南方共同市場的阿根廷 巴西 烏拉圭 其實 目前 烏拉圭希望可以進入中國市場 另外兩個國家一起施壓 因為 其實三個 巴拉圭 就是唯一一個 是那些東西進不去中國大陸 其實 阿根廷和巴西一早買大把東西去中國大陸 現在烏拉圭又想分一杯羹 當然蔡政府也不給 10億美金給巴拉圭 10億美金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所以 今年可能對蔡政府來說很關鍵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的議題 是吧 拜拜 再見